嗨 想像一下,你最爱的怪物猎人这色从屏幕上跳出来,来到你的餐桌上,是不是很神奇? 从特别设计的餐厅到以标志性怪物为灵感的菜肴,这次合作绝对是一场感官盛宴。 我已经等不及要到大块朵鱼了,你呢? 这次合作不仅仅是为了庆祝寿司郎的20周年,更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到一种全新的用餐方式。 想像一下,当你走进餐厅,迎接你的是怪物猎人主题的装饰,墙上挂满了游戏中的经典场景和角色。 每一张桌子都经过精心设计,让你仿佛置身于怪物猎人的世界中,菜单上也充满了惊喜。 你可以品尝到以怪物猎人中等标志性怪物为灵感的寿司卷,每一口都充满了创意和美味。 比如,以火龙为灵感的辣味寿司卷,或者以冰牙龙为灵感的清爽色寿司卷。 每一道菜都经过精心设计,不仅美味,还充满了视觉冲击。 当然,这次合作不仅仅是为了美食。 寿司狼还特别推出了一系列限量版的怪物猎人周边产品,餐具到纪念品,应有尽有。 每一件周边产品都充满了怪物猎人的元素,是游戏迷门不可错过的收藏品。 所以,不管你是怪物猎人的忠实粉丝,还是寿司狼的常客,这次合作都不容错过。 快来体验这场前所未有的感官盛宴吧。 我已经等不及要大快多鱼了,你呢? 准备好迎接这场美食与游戏的双重盛宴了吗? 让我们一起举起筷子,享受这次独特的用餐体验吧。 在限定的时间内,台北、台中和高雄的部分收藏品店将变身为怪物猎人的天堂。 这些可不是一般的收藏店,而是充满了游戏元素的主题餐厅。 想象一下,等深大的怪物模型、主题用餐区,以及装饰着标志性图案的墙壁。 当你走进餐厅,熟悉的游戏音乐和画面会让你仿佛置身于怪物猎人的世界中。 接下来,让我们来看看美食吧。 寿司狼推出了一份特别的怪物猎人主题菜单。 每一道菜都充满了创意,灵感来自游戏中的各种元素。 比如怪物之尾,这是一种长长的,由多块寿司组成的寿司卷,看起来就像一只可怕怪物的尾巴。 还有怪物之卵,这道菜制作精美,仿佛直接从怪物巢穴中取出来的一样。 喜欢海鲜的朋友们,深海鲫鱼拼盘为你提供了满满的新鲜鱼,让你想起游戏中狩猎的收获。 每一道菜不仅外观精美,而且美味无比,保证让你体验到如同成功狩猎般满足的美食冒险。 寿司狼的厨师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,精心设计和制作这些菜肴,以确保每一口都能带给你惊喜。 它们不仅在味道上下足了功夫,还在视觉效果上做足了文章。 例如,怪物之尾,不仅看起来像怪物的尾巴,吃起来也有一种独特的口感,仿佛你真的在举角一只怪物的尾巴。 而怪物之卵,则是用新鲜的鱼子酱和其他高品质食材制作而成,每一口都充满了海洋的味道。 此外,寿司狼还推出了一些特别的饮品来搭配这些美食。 比如猎人之酒,这是一种特别挑制的鸡尾酒,灵感来自于游戏中的猎人们在成功狩猎后庆祝的场景。 还有怪物之血,这是一种红色的果汁饮品,看起来就像是从怪物身上流出来的血液,但味道却非常清爽。 总的来说,这次的怪物猎人主题菜单不仅仅是一场美食的盛宴,更是一场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。 无论你是怪物猎人的忠实粉丝,还是只是喜欢尝试新奇美食的时刻,这份菜单都能满足你的期待。 所以,赶快来寿司狼,体验这场独一无二的美食冒险吧。 没有精美的战利品,怎么能算完整的怪物猎人体验呢? 寿司狼当然也明白这一点。 在整个活动期间,只要消费满额,就可以获得限量版怪物猎人收藏品。 你可以获得印有标志性怪物的专属钥匙圈,你最喜欢的角色的收藏公仔,甚至是特别设计的餐店,让你的餐桌也充满怪物猎人的氛围。 这些独家商品只在限定时间内供应,所以赶紧行动起来吧,不要错过。 第五部分,摆盘挑战。 对于中级怪物猎人粉丝和大卫王们,寿司狼为你们准备了一个挑战。 隆重推出寿司狼摆盘挑战。 最多由四人组成的队伍可以通过挑战一摆盘寿司来测试他们的食量。 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,但奖励绝对值得Larry,赢得这场怪物级大卫王挑战的队伍,将获得特别奖品。 并获得终极怪物猎人美食冠军的称号。 第六部分,粉丝反应热烈。 怪物猎人X寿司狼的联名活动席卷了整个台湾。 粉丝们都很喜欢这种沉浸式的体验,美味的食物,以及收集独家商品的机会。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主题餐厅,令人垂涎的菜肴,以及摆盘挑战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盘子照片。 一位粉丝分享道,这是我见过最酷的联名活动。 我吃寿司的时候感觉自己真的在游戏里一样。 另一位粉丝说,细节做得太棒了,食物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吃,我一定要集齐所有的限量版商品。 很明显,这次联名活动引起了粉丝们的共鸣,创造了一种真正令人难忘且引人入身的体验。 这次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的怪物猎人粉丝,还吸引了许多美食爱好者。 主题餐厅的装饰充满了游戏中的元素,仿佛让人置身于怪物猎人的世界。 菜单上的每一道菜都经过精心设计,不仅美味可口,还充满了视觉冲击力。 许多粉丝表示,他们不仅享受了美食,还体验到了游戏中的冒险精神。 一位粉丝在社交媒体上写道,这次活动让我重新爱上了怪物猎人,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次体验游戏。 另一位粉丝则表示,我从来没有想过吃寿司也能这么有趣,这次活动真的让我大开眼界。 除了美食和装饰,活动还推出了一系列限量版商品,包括主题餐具,网偶和服装等。 这些商品在活动开始后不久就被抢购一空,显示了粉丝们的热情和支持。 一位粉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有趣的商品,我希望能把它们全部收藏起来。 另一位粉丝则说,这次活动不仅让我享受了美食,还让我有机会收集到这么多独特的商品,真的是一次难忘的体验。 社交媒体上充满了粉丝们分享的照片和视频,展示了他们在活动中的快乐时光。 从他们的笑容和兴奋中可以看出,这次联名活动不仅满足了他们对美食的渴望,还让他们感受到了游戏的魅力。 一位粉丝在视频中说道,这次活动真的太棒了,我希望以后还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。 另一位粉丝则表示,这次活动让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,我们一起分享了很多美好的时光。 总的来说,怪物猎人X.Soul Slang的联名活动,不仅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的粉丝,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体验,让人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,也能感受到游戏的乐趣。 这次活动不仅让粉丝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还为未来的联名活动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。 我们期待着更多这样的活动,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欢乐。 第七部分,跨界合作的典范。 怪物猎人与Soul Slang的这次合作,是品牌如何为粉丝创造真正身临其境且引人入胜的体验的典范。 通过将怪物猎人世界的刺激与Soul Slang-Soul Slang的美味相结合,他们创造了一种真正特别的东西,抓住了全台湾粉丝的心和味。 这证明了创意和合作的力量,即使是最意想不到的组合,也能产生非凡的效果。 第八部分,展望未来,未来可期。 怪物猎人Soul Slang联名活动的成功让粉丝们好奇这是否仅仅是个开始。 未来是否会有更多激动人心的合作。 虽然官方还没有宣布任何消息,但粉丝们压倒性的积极反应表明,这仅仅是冰山一角。 也许我们会在未来看到更多富有创意的合作,以更新颖,更令人兴奋的方式,将游戏,美食和娱乐的世界融合在一起。 第九部分,狩猎开始。还在等什么?叫上你的狩猎伙伴,磨好你的筷子,前往离你最近的Participating Soul Slang分店吧。 怪物猎人的世界在等着你,还有美味的寿司等着你品尝。